大家好 今天是3月27日 回到逃表戰鬥員的時間 當時比較淡靜 港股除了飛跡跳了那一刻之後 基本上今天全日的intraday是沒有什麼波幅的 只有百多二百點 對比起之前的大波動 兩個世界 成交1352億 看看數字 今晚月底的外匯相對比較淡靜 今晚有消費者信心指數 131 forecast 上次130.8 都沒有特別 看看今晚特朗普會說什麼 關於貿易戰 為什麼美股上來 大家都清楚 就是因為貿易戰 對了 忘記了 導演麻煩你 跟大家再講多次 第二季的密室戰鬥技 4月14日 星期六 在金鐘統一中心八字樓 大家報名 這個戰鬥技是什麼 想去民眾那裏 Facebook那裏 登記了 其實主要是跟大家去看看 第二季 因為其實我們做了第一季 做了第一季的時候 講了個市 去 forecast 了個市 第二季是怎樣呢 我的預期是怎樣呢 會波動是怎樣呢 同時間在那個 即是那一天 你也看到 差不多三個小時 會去回答一下大家的問題 對於這些股票的看法 後市怎樣去看 如果大家有跟開我的節目 只不過我會把 殊不簡單 現場版放在這裡 第一季做得很開心的 大家都拿到一些東西回家 我們接下來迎接第二季 好嗎 好 回去看圖 先看一下黃金 黃金也是 繼續向上 今天最高做到56元 1356元 它都在鼓勵力 在上面賠回 我預計它會在這裡賠回 然後衝上紫色線 我們等著什麼時候破 這條紫色線 紫色線是重要的 大概是1300 去到1366元 即是穿了 告訴大家 去到1366元 因為上一次就是1366元 它現在輕微壓低一點 就會在1362元 一去到66元一定是穿了 現在是反覆的 你可以正常的 在3月21日 只不過短短五日之內 由1389元 直接上來 其實升了差不多 40幾元 開始叫橫行 橫行之後 似橫行 橫行之後 都會繼續向上 沒有得沽的 金沒有得沽的 看看銀 那隻銀 那隻銀有少少聽話 它自己有些性格 開始隔了上來 有少少向上抽的感覺 它也是 未抽穿 但它似是抽上去的感覺 我們看到它是抽上去的 看看這隻銀 我們這隻銀也是 它是有趣的 爆穿了 它就不衝穿上次的高度 變成跟我說的差不多了 它做了一個66.66這個高 昨天做到66.45 接近兩個頂上 上面有一些壓力 令它上不到 但是我們很難去沽 你找個位置沽 怎樣都要放66.66 不用想的了 你要做沽 放66.66 暫時來說 叫做反復一點的 油價 油價叫反復一點 看看會不會進一步向上升 衝穿66.66 它可以繼續向上 你問我會不會關過美金 我覺得會有這樣的可能性 大家一起去看看美金 這是美匯指數 我們看到美匯指數持續下滑 加息又是跌 貿易戰又是跌 說什麼 美金都是跌 有很多人都會問 為什麼美金加息都會繼續跌 當然我會覺得 第一件事就是 基本上 我很久之前有跟大家說過 我們去看看共和黨的intention 它都是想美金跌的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在投資市場裏面 我們是說一個叫預期 美國加息已經是預期了 還要是實現了 去到現在的息率已經叫實現 而預期我們也會看到 會有機會加多兩次息 這個是鮑威爾說的 外匯是說相對的 至於澳洲 至於URO 至於英鎊 他們是沒有加息的 市場還沒有反映出來 所以現在市場 對於Dollar index 我這樣去看 外匯都會有機會加息 所以對於前瞻性的 美匯是會有機會跌的 就是這樣去看的 現在看走勢 但是反映上88.81 我又不覺得它可以逆轉 暫時來說是低位還行 它大跌又不是 通常大跌就會大升 反彈力度很厲害 它只不過是陰著陰著跌 其實不算跌得多 只不過它繼續測試低位 去到88這些水平 好 先講一下這隻 這隻是什麼呢 離岸人民幣 我有跟大家講過 用這邊開給大家看 離岸人民幣 就是跟美匯相類似 你看到離岸人民幣 在昨天最低6.24 對到6.24 你想一下其實它是多久 人民幣升到是多高 你想一下 現在相對地 再看回其實已經是2015年8月 8月以來的最低位 美元到人民幣 就是人民幣升 其實你會看到 人民幣跟美匯相類似 兩幅圖 你會看到 都是大家一起看的 美金跌 它是一起跌的 所以如果我認為 美金是進一步會繼續跌下去 人民幣一樣會繼續升 現在看走勢就是這樣 好 看看其他居然市 這隻磅有點縮了下來 但是是否叫逆轉呢 暫時我又不覺得它叫逆轉 我們見到英鎊落到14150 現在的形態上就不好 如果它再跌深一點 暫時可能要休息一下 因為技術上它上面很多阻力 你看到200天線 14274 未中的 今天最高14245 上一次14346 去到這個水平 叫反覆下 但是看看它站不站得穩 整個周線 現在叫跌深了 看看在這些水平 可否有機會再爬上去 或者站定了 暫時來說英鎊相對地弱了少少 它估不到上去 看看Ulo Ulo 叫企穩 但是叫偏遠 有少少 在做1429 即是美元開始有少少彈了上去 這個我們是要留意一下 究竟可否進一步上去 看看Dollar Yen 如果Dollar Yen Dollar Yen 現在又叫10557 它沒有跟隨美元上去 所以大家要小心點 會否是因為交叉 都是一樣 會令到EUlo Yen 去看榜 Yen 我們 現在很大機會就是 放了榜 Yen 英鎊跌下來 Dollar Yen站住了 那個榜 Yen 上面空間不夠 放了榜 Yen 在沽英鎊 拿著Yen 所以拆開兩邊 那個榜是弱的 Yen是強的 現在就是這樣 甚至乎我們去看EUlo Yen 都是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你可以看到 做了高位 昨天做了一支大棍抽 因為英鎊和Dollar Yen 同時間一起抽 今天就不是了 大家做了一些輕微的回吐 技術上 可能是一個反彈 你說Dollar Yen 會不會對回去 或者Yen交叉 會繼續向下對 會有這樣的可能性 在乎是什麼 可能會有機會 是股市 可能會有機會是股市 去到一個比較相對地高的位置 我們去看看Dollar Jones Future 好嗎 我們去看看Dollar Jones Future 其實Dollar Jones Future 昨天因為貿易戰 而令到它出現一個反彈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Dollar仍然都是受壓著 在這條阻力線 這條阻力線已經成立了 是由26684 1月29日引伸過來的 你要美股重新振作再向上 必須要破這條阻力線 在不破這條阻力線的情況之下 我認為美股最終都是會有機會跌下去的 我們再看看周線 周線 只是相對是反覆的 跌一個星期 升一個星期 跌兩個星期 現在正在做一個反彈 但是它不是升 記住 它是一個反彈 技術上如果我們去做美股 應該要怎樣做呢 其實應該要share on top 什麼都假的 那麼 挨高一點 你可能去到246 24 245 8 245 那些水平 就是在這條10天線 會有機會去到這些水平 然後再回落 甚至乎如果它再衝的話 基本上有些難度去突破247 那麼去到這些水平 sell on top 是可以的 看看S&P 同樣S&P也是出現這個情況 現在是在做一個反彈 它跌得多 上個星期五 跌得多 下到200天線 頂住了 出現一個回吐 現在正在做反彈 看看它會不會有機會反彈再高跌 去到2690 這些水平 都是偏遠 我們看不到 美股是出現一個向上回升 相反 你看到它開始慢慢收窄 但是我們做低買 是難度高的 因為都彈了上來 反而看看會不會有機會去到高一點的水平 我們去高沽 因為它始終都是完成了高位 現在正在回落 你說正在回落 它只不過不是急速跌下去 看看貿易戰的發展 OK 好了 回答一下大家股票的問題 今天 不是 還有港股還未跟大家看 先看看港股 港股仍然都是 今天是Wing除了 但是它今天開高了之後 沒有進一步向上 這個就是問題 這個就是問題 開高了沒有再一步向上 去到二十天線頂住了 今天出現一支陰燭 它不是一支陽燭 正常來說 不要開那麼高 開低一點 向上衝 我都認為它還有點力 不過小心一點 開始去到二十天 不夠力 甚至乎你可以說它 感覺的 gap 就看明天 明天就期指結算 然後就開始做四月 四月 是否一樣可以爬上去 暫時來說 我們可以說它是一個Wing除 但是不可以說它是升 如果它要升 一定要在短時間之內 爬上十天 二十天 五十天 爬上上面 五十天線平均線在三一三 六十七 距離現在不太高 你爆了上去 在上面做 我就有理由相信它會突破上面的區隔 但是現在還沒得住 我都相對地是叫做 不是這麼看好的 現在不是這麼看好的 暫時來說 我們不可以看好 應該這麼說 暫時來說 在技術上我們不可以看好 看看角子 角子都是在做三角 大家都清楚了 這個三角已經畫在這裏 我昨天有說過 我們就是在等待它那一刻 Goodbye kiss 通常爆三角會有一刻 Goodbye kiss 回來碰到線 現在叫做 在線上收視 上又不是下又不是 就是看看它明天怎麼走 明天破到今天的頂 市場可以走進去 這個三角形就被你破壞了 那就要拆掉這條線 就會變成一個橫行 但是如果明天一走下去 整個勢就會跌下去 明天結算 再加上今天有1398 939個業績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 看看明天怎樣走 怎樣開 這個就不是我們決定的 市場去決定 看看到時我們怎樣去部署 這是策略 到時就不是分析 要等市場走出來給我們看 看看股票 先看看700 一開就700 其實700 今天又上得不太多 如果大家有聽我說 昨天沖澳上來 沖穿425元 我認為它會有機會 挖到438.6 今天拍戲這樣拍 438.4是最高 然後縮下 套就不漂亮 如果它不夠力 它可能在這橫行 平均線向下走 整體上700 我覺得 你可以說它是溫泉 大幅上落 但你不可以趕到它上 不可以趕到它上 你不可以趕到它上 賺那十幾元就是錢 不可以這樣說 因為整個勢 都還未出現一個向上升的勢 只不過是一個橫行 它跌了一次 上回去 下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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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都未破到480元 其實它基本上 由頭到尾都是一個高位橫行 只不過你可能 買到在上面吃虎 再跌下來 買到在上面吃虎 只有這樣做 那700 大方向就沒有了 現在暫時就停在這裏 好 那就看看 Facebook YouTube 這個是YouTube來的 1720現價可不可以買呢 那就先看看1720 我們去看看現在的價錢 1720 看一下 嘩 好噁心 怎麼買呢 這支棍 開了這幅 是真還是假的 1720真的不漂亮 技術上面是差的 我可以告訴你 補天通訊集團 今天很差 這幅圖正宗穿頭破腳 在高位出現 穿頭破腳 後市 這個頭不容易破 不容易破 2.3毫半 不容易破 技術上面不漂亮 不要買 然後再看27 27 簡直是叫帥仔 不過看看它最後收成怎樣 今天都保持向上 還繼續 逆市創新高 不過今天這顆是叫star 在天上有顆星 還要是陰竹 不漂亮 這一棍不漂亮 它可以救得回 就是明天開一支羊竹 不要低於今天的低位 71.78 然後向上再突破 那就改變了這顆星的說話 否則這顆星是說了一些說話 現在的高位會有機會出現 現在有機會出現 小心點 27 還想加住 請問什麼位 不要加住 看看明天怎麼走 是走得漂亮 是走得漂亮 的而且確是走得漂亮 不過今天說了一些說話 給你聽 在高位上受到阻力 如果它是漂亮的話 它今天是不應該做到一支陰竹出來的 是不應該做跌的 今天要做上 不是做跌 明白嗎 做連續三天 你說它是一個回頭 我可以接受 但是明天一定要上去 而且今天的低位 71.78 是不應該在明天再低過的 這個條件一定要拿著 2318 你說2318又不能進去 2318真是弱 我們看到2318 暫時來說 別人上 別人有反彈 他都沒有反彈 反彈完之後按下去 技術上都是差 我們看到它沒有力 現在暫時來說 只不過是否在一八天線 83元頂住了 頂到 可能橫行一下 就可以上去 但是如果頂不到 2689 又如何呢 我們去看看2689 那麼熟口面的問題 Kent 2689 九龍子葉 我們看到九龍子葉 暫時來說 出現反彈 但是又是這樣 我講過 楊竹就是楊竹 升就是升 它今天是升完上去 跌下來 圖表上是不漂亮的 它仍然維持著在上面 跌下來的趨勢 還未改變 今天做到楊竹 繼續走上去 就英俊 但是現在不行 268 今天又有看過 下午又有看過 它上午很厲害 不過接著逆轉 看看它是不是 是啊 它在頂上逆轉 同一樣道理 只不過27 那顆星是一顆 這裡是一支棍 做了高位 它講了些說話 在高位8.8 不是那麼容易 在短期內再突破 它需要給點時間 明天突破 要突破8.8 非常之困難 看看它在這個位置 可否做到一個整固 那我們繼續 354 軟件股做了頂圖 不漂亮 354圖比較漂亮 那我們去看看354 看看354 看看354是否漂亮少少 現在暫時來說 我們去看看 叫漂亮很多 不要說漂亮少少 這支棍也是漂亮的 保持個勢 拿著個盤 看看它會否有機會 再進一步向上 不差的 不差的 它一直都在創新高 都是那句 如果它跳開去上面 一出現任何 現在要升 就要繼續升 不可以出現任何 一下 向下跌 調整你要等 調整你要等 它會告訴你 它的訊號 嘩 這支不懂得回答 1297 你這麼厲害 圖最漂亮 這支是甚麼 1297 我真的不知道是甚麼 不懂 對不起 1297 甚麼來的 中國晴天遠見 真是晴天 一柱晴天 你看到 你這樣一棍上去 圖很漂亮 做又做不到 怎樣做 你怎樣入市 做不到 你這些就真是食花生 你不能做 怎樣入 進去你拿甚麼斬頭 拿兩個三毛四來斬頭 不能做 這支 漂亮就漂亮 做又不漂亮 做不到 看看1928 好嗎 看看1928 27就出現一些問題 我們看看 1928 金沙 金沙 都是若開了上去 都不可以承接向上 有很多股票 跟我大市一樣 開了 開了高位 美股跳開了 跳開了上去 但它沒有承接向上 然後在高位做 然後縮回來 我就覺得有些股票 叫做一般的 在今天裏面 看看2269 暫時2269 看看 2269 都OK 不過 我記得我今天說過 它還未破到 81.8 81.9 還未破到 今天好像做到 2269 圖就不算特別漂亮 因為我想它走得再多些 它還未破 今天最高81.8.5 你可以看到 其實是三個頂 2月20 81.8 2月21 81.9 現在還未破到 你看清楚 可不可以再破到頂 破到頂 可以再進一步 破不到頂 它會出現一個慢慢整固 OK 這次又是這樣 再追買這些水平 再追買是極度困難的 我們看看1093 1093 看看 現在1093 是甚麼呢 1093 所以算是OK 還頂著這條十邊線 還未破壞聲勢 還要看它會不會有機會 進一步向上 現在算是OK 8.5.7 今早又是看過 為甚麼你們這些問題 這麼像我的學生的問題 是否我的學生 你們 8.5.7 力度就不夠 還未破 但它會有業績出 現在的問題 如果你要去搏它的業績 你要用6.5.2 應該要用5個短線 你要用這隻腳 你要用5.2 來做STOP 甚至乎 你要用200天線 要用5.23 來做STOP 你就搏它破這裏 但是我可以這樣說 在周線上面 它都還在上去 不過上面很頂 上面很大伏牙 究竟業績可不可以令它破上去 又加再上 可不可以令它破上去 這個要看業績 不是現在說 所以算是OK的 接著5號仔 後市怎麼看 75.3入了 你是不是昨天入 還是今天入 昨天就跟大家說 5號仔會漂亮 會出現一個反彈 多數都是它 結果出現反彈 反彈完之後 現在要站穩 我也是這樣說 你現在上面的空間 就開始叫做不太多了 75.1 我們可以最多 都是駁到它反彈 76元 甚至乎去到十天線 76.18 再上有些壓力 它始終都是在向下 很大機會叫做還行 它不下 但它也還有還行 不過你小心點 它始終都是叫做 在250天做到暫時止跌 現在你看的是 在看著反彈 你不是在看著升 明明 看它反彈完 這麼多八爪魚 1297 幾多食糊 賣八爪魚 難道 喂 幾多食糊 1297 你們喜歡什麼時候吃 就什麼時候吃 它一縮你就吃 不懂回答 什麼時候吃 2.52成本價 你有錢賺 不輸的情況 不能看 在圖表上面 一處敬天 你希望它明天再接 明天再接 就拿一個封建 來做 看14500 你看看14500 那你這樣嘗嚴 為什麼會找到荻天 14、5、8不一般 現在正在做反彈 但我們上網的升幅不是很高 去到7.77這些阻力是不容易 爬上100天線在上面做 反彈後可能就會沒有 看939出業績 這個我回答不了你 看他的業績會是怎樣 939在圖表上 今天都是開了高位 不再承接向上 我又認為他不算漂亮 要看一看他的業績可否出得好 而市場如何解讀 如果是差的話會馬上沒有 今天的圖表不算漂亮 跳過去Facebook Facebook Hello Booster Licky 你好 2202上網多少 Betty 我們去Facebook回答一下 現在你們發現我很多時候回答YouTube 不回答Facebook 不是的我會留時間給你的 2202上網就是現在 如果再破就會逆轉這個跌勢 除非他再破 否則的話已經差不多到位了 我們不要太貪了 記住市場 現在暫時來說 我們看到是反彈的 的確是反彈 但有些股票一開高之後 intraday是完全接不到力的 嘩 這是什麼 這隻 那隻 那隻就一柱擎天 這隻 不懂形容潛落水底 這隻 兩樣東西來的 這隻 那你叫我怎麼回答你呢 怎麼回答你呢 一幅綠色 一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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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機會再上 我剛才是否看了一幅 一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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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暫時來說 我也是這樣說 他叫救得回 兩棍救得回 但不是很夠力 我們看清楚 只有一件事做 他最辛苦你捱了 上一次說給你聽 24.5 不可以穿 現在爬上來 站在那裡 究竟他可不可以爬上去 現在關鍵位 就是在24.5至25元這個位 再走到24.5 給多一次機會你走 你看看你走不走 不走就沒得走了 OK 那現在的圖不是很漂亮的 現水平能不能夠可以 請問恆生指揮現水平開紅 當然我會覺得可以 我會覺得可以 不過cut loss比較遠 你看看他明天 明天一開陰燭就可以走下去 看看 因為我們已經過了 還有明天期指結算 根本不用心急 你等上午先 先出價 下午聚下去的話 就會有機會聚下去 看175 175不漂亮 我都說過很多股票 都是在做反彈的 但不是升 都是差的 我們繼續回答 好嗎 6088 Christina 每天都6088 4.6買了 是不是 我還記得 已經傳到水星了 冥黃色味道 4.6你買了 坐多一會 差的 我昨天都說 這幅圖也差的 可不可以去到5元 你4.6買了 昨天都沒說到5元 繼續墜下去 這幅圖不漂亮的 自己做定止蝕 做trade一定要懂止蝕 不懂止蝕 不行 我們看看2388 2388 看看先 中銀 都是不行的 其實早前 破不了40元或一毫子之後 一縮縮下來 我已經說 它應該是假突破現 向下 現在暫時來說 都是叫反彈 整體上叫橫行 但我們看不到它 繼續向上 OK 看看1800 1800會是怎樣 怎樣 看看 1800 也是不行的 開高之後 不能夠再進一步反彈 其實很多股票 如果它夠力 應該今天要彈高一點 但它都不行 這幅圖不漂亮 這幅圖也不漂亮 看看3323 3323 今天下午有看過 這幅圖可不可以 它叫保持到的 個勢可以保持到 不過我們可以這樣看 暫時來說 可以保持在這裏 上個星期出現一支大棍 今個星期從低位上來 現在就是這樣 現在只是告訴你 大概在7.2 這個水平是有支持 你看到3月5日的低位 7.1.4 在現在開始 你可以繼續向上看 拿著它 但唯一條件 7.2 不要再穿 再穿就不行 暫時去看看 有沒有機會再來多次 去到8.7 這樣的水平 這支棍 短線來說 仍然保持到好力度 Jimmy 你問我什麼 3998 是不是出了業績沒有 我們去看看 內銀股 3998 不是內銀 是不是3998 還是3988 Jimmy 這些圖 我不會看 長頭長尾 不是這些 做出來的 這些棍 你自己小心點 我只是這樣說 現在的走勢是OK的 OK 好了 再回答Apple Apple 354 看看 354 現在的走勢 都算是OK的 大棍站住了 保持住 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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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趕你走就繼續去 這支棍走得不錯 暫時可以繼續保持 回答了大家很多問題 我都盡力去回答大家 大家下一次就準備 還是早點去告訴我 我就盡快去回答大家 好嗎 以上股票我沒有持有的 今天就這樣 好嗎 記住 記住 大家記住 就是4月14號 其實沒有什麼位置 但是盡量去坐爆它 OK 到時不要忘記 我一定會提醒你的 今天就這樣 拜拜 發行